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,美国这个国家,似乎偶照在一个神秘的光环中。 就好像我们在好莱坞电影里边所看到的那样。 比如,很多人都觉得,美国人都有自己的房子,个人枪支,以及超高的薪水。 然而,大多数电影并没有表现最为真实的美国百姓的生活。 而这次,杰瑞将为你揭示这一切。 我们带来了好莱坞电影,带给我们对于美国人的13个认识。 然而却并非真实。 一,每个美国人都有枪支以防他人入侵家园。 似乎所有美国人都在家里放一把线弹枪,或者至少可以用手枪来保护自己。 但在现实生活中,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拥有武器。 一般来说,通常是那些与城市相距较远的房屋的所有者会拥有枪支。 二,美国人做得很少,却得到了很多。 考虑到实际情况,美国公民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。 据统计,每年美国居民借款约4万美元,折合人民币是268488元。 每月则差不多2.2万。 一般来说,购买房屋或公寓,以及儿童教育,都需要贷款。 与此同时,平均工资为3700美元,差不多人民币2.48万元。 也就是说,这其中大部分都被用于偿还债务和缴纳各种税款了。 三,警察喜欢暴力。 电影中的许多警察,表现得相当粗鲁。 他们像无辜的公民挥手,在审讯期间跃权。 当然,真正的警察中,的确会有这样的人存在。 但从美国人自己的经验来看,他们的表现非常有礼貌。 而且一般都是善良的人。 四,悲剧是美国关系的必要组成部分。 在好莱坞电影的每个家庭中都存在住戏剧一幕。 但实际上很少有这样的家庭存在住。 大多数美国人生活节奏谨慎。 一生中没有任何特殊的情绪爆发。 五,所有人都食用快餐。 许多人认为,美国的民族美食就是快餐。 美国人在早餐、午餐和晚餐时都吃快餐。 而事实并非如此。 美国的美食是多种多样的。 并不是每个当地居民,都喜欢汉堡包和沙拉。 六,美国人都喜欢在早餐进行跑步,或一些激烈的运动。 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。 在美国有很多喜欢运动和练习的人。 但有些普通市民喜欢睡得更久一些。 七,任何穷人。 如果愿意和勤奋,都可以致富并进入上流社会。 人们的印象是,每个聪明的美国人,只需要被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发现,他就会立即被带到一份新工作岗位。 事实上,在美国致富是非常困难的。 只是一个聪明的人是远远不够的。 你必须花钱读好大学。 然后还要足够努力工作。 例如,许多美国居民有第二份工作。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钱来养活家庭。 八,美国人厌倦了城市景观。 好莱坞电影里边,积极地为我们形成了这个奇怪的观点。 即每个美国人,都梦想住农村的生活。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讲,住在城市里要舒服得多。 原因很简单。 城市里商品丰富。 拥有更多的工作岗位和更好的基础设施。 九,好莱坞式的笑容在美国很常见。 在好莱坞电影里边,我们很容易看到那些拥有一口洁白整齐牙齿的男男女女。 然而,现实生活中,并不是每个美国人,都有足够的钱来为自己镶上一排如此美丽的牙齿。 美国居民的牙齿和其他国家的自然黄色是一样的。 十,学生派对代表了酒精、毒品和自由恋爱。 根据一位美国女性的说法,在我参加的最酷的聚会上,一个人喝醉了,以至于她用香烟烧了自己。 事实上,学生里边的这类疯狂的活动很少,因为酒精含量太少。 青少年是几乎无法买到烟酒的。 而即便父母和年长的亲戚,也只会少量购买这类东西。 十一,只有天才参与儿童的智力竞赛。 通过美国家长的证实了解。 事实上,科学博览会和儿童才艺表演,并不那么复杂。 没有孩子造出什么机器人或铁路,也没有什么科学发现。 甚至连在脑袋里出现三位数的惩罚也不行。 十二,在美国。 有大量的超大型城市。 美国最大的城市是纽约。 那里有851万人。 第二大是洛杉矶。 人口已经少了很多。 只有397万人。 相比之下,在北京市,则有继2171万人。 这要比纽约和洛杉矶加起来还多得多。 即便是青岛人口,也要比这两座城市等多。 青岛人口为929万。 大多数美国人口居住在人口为100至200万的城市。 大规模居民人数为300至400万。 十三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子。 在好莱坞电影中,几乎每个主角都拥有私人住宅。 实际上,情况并不那么乐观。 据统计,只有十分之六的美国人拥有房屋。 你在好莱坞电影当中,还相信了哪些关于美国的资讯呢?